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生日塔的部分 生日塔的話我們先看看它 一開始 因為你要讓人家選嘛對不對 需要先停住 而且你看它的按鈕 你看滑過去它是會動 我稍微放大一下有沒有 按鈕本身是因為它有點作動化 那我們先做第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原始板打開之後它本身是沒有停止的 所以我們需要先停止一下 所以你看這裡我先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叫做動作 我們需要一開始就停 事實上我們在寫程序的時候有分兩個部分 兩種 一種就是互動的 一種就是自動的 什麼叫自動的 請問你今天是那根叫你起床還是你叫那根起床? 今天是我叫那根起床的 我平常早一點點起床 但是平常你是那根的話就是時間大了它就做 所以如果你寫在時間軸上的 假設有二點來講的話 你寫在時間軸上的就是自動的 因為時間波上 波到這裡就自動做這件事情 那麼如果你是互動的 什麼時候是互動的? 一般最強的就是按鈕 因為我要等你 按下去 滑過去 等你有指定的事件 比如說我是按下 那你按下的時候我才執行指定的動作 那就是要互動的 那互動的呢 當然2.0也可以寫在銀格上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容易曲折的 你可以寫在按鈕上 可是3.0就是全部都同一集 都在那裡 銀格上面 所以這個要再分清楚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有沒有 一開始就要它停 所以這個剛剛大家會的 START 有沒有 就進來了 所以我們先測試一下 看看 這樣子會不會一開始就停住 有 有沒有 就停住了 停住了之後 要準備按鈕 那麼 你看一下右手邊 這個圓圈現在它就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禮物一 禮物一有一個動畫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當然會放大了吧 嗯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 我們先插入一個新的圓圈 這次我們就不用影片偏單 我們要按鈕 按鈕的部分 這個 禮物一 OK 各位你看 我們進到禮物 就是這個按鈕裡面的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好像跟我們剛剛影片偏單不一樣 它原則上只有適格 就是一般滑入按鈕跟所謂的感應區 感應區就是滑入按鈕變熟的那個叫感應區 會熟變熟的 那你跟後面這幾個都會用 可以用 但是沒效果 所以有跟沒有一樣 這樣瞭解嗎 原則上你就只用到全面這適格 那一般就是你滑土最外面碳派的樣子 滑過去 滑過去之後 滑土滑過去 然後按下去也有反應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你現在插入一個按鈕之後 我們一般的時候 你插入一個按鈕之後 你插入一個按鈕 之後滑過去的時候才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我們找圖像 圖像的圓件 我們看一下 他這裡有幫你先做好了 我們有跟郭提過 這個影片片段 大多數是拿來當作動畫用 對不對 圖像是大多數進化用 進化的 所以這個是不會動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但是這樣沒有氣氛比較不好 所以怎麼辦 剪下 在中央圖上 有沒有正在這邊 好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 就是用這個圖像 那個滑入之後是要怎麼樣 是要會變動的 會有動畫的效果 可是 請問你 這裡說幾個影格 一對影格 怎麼樣讓它會有動畫效果 就要拿誰 影片片段 你了解意思嗎 影片片段是 只有一手也會動 我們剛才是有很深的體驗 一片是冰箱 所以你把動畫出來之後 我就丟到這個滑入來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 你一樣可以先插入關鍵影格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你就直接丟這個進來 我也不反對 有沒有呢 你先插入關鍵影格 這一格 我可以怎麼樣 用替換的 可不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這時候兩個物件類型不一樣 因為我全面那個是圖像 你如果替換 你會選擇我替換的時候是替換它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當你替換的時候 如果選擇不一樣類型 上面這裡要記得更改 有些人會替換 但是忘記改這個東西 提到 也是不會照 為什麼 因為他把影片那樣版的圖像來用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看我點到它 好 現在這邊呢 按這個影片面帶 可是上面也要變5件面帶 那我來到了 所以我現在先不敢按下 也不敢感應區 感應區 原則上這個裡面 設定就是跟前面一樣 那我現在呢 回到外面來 你看喔 我的元件庫 這個 我們真的把它丟出來 試看看 但是 我翻到按鈕這一層 好 我們來實際測驗一下 一般就是圖像 滑過去 有沒有開始 站一下 離開 直接OK了 站好了 那我去把後面防禦隊 請你來試看看喔 第一個段階 先做什麼 在第一個影格 我最近再增加一個圖像 叫動作 你在第一個影格呢 先做一個START 讓我們的整個定影 先停在第一個 那你停在第一個之後 我們再來插入按鈕 再來錯 你看看 這個呢 你現在做好了這個按鈕之後 我們也停住了嘛 可是你必要去做到這邊 代表一間之行 待會兒按下去的時候 就要去看到指定的地方去 那我們要跳的話 也不用轉方向打 好 怎麼做呢 你看一下 其實有時候我們做這種 互動的 我們會把我們的類似項答案 就卡在後面的影格就好了 那當然你說要不要跨那麼近 不一定嘛 其實你在這裡 這個你把它第十格 二十格 三十格 有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只要跳到那一格就去了 就好了 那今天呢 如果說 待會兒呢 它要跳到這邊 假設這是第一個 我是要跳到這裡來 對不對 那請問你按鈕要在這邊出現嗎 不用的吧 按鈕就是等於選單 所以其實我們按鈕後面這裡 是不是都要下去 就把這個影格就把它移掉 是不是就下去 所以 等於說它在這邊就是看到什麼 看到它的那個 上面就好了 好 那你在這邊之後呢 它又不要停住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 來 你點到它 這裡我用兩種方式寫給你看 一種是寫在按鈕上的方法 一種呢 是寫在影格上的方法 兩個都會其實 反正你會的事實上都一樣 只是寫的方法 有入我差異 假設我是寫在按鈕上的 我們用這個做簡單 那一樣你按熱鍵動作 好去哪了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我選到的是這個按鈕 你們應該會記得看一個東西 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好 今天如果我選的是影格 你看 我點到上面 有沒有發現上面是影格 好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雖然說三點檔都寫到那裡 但是你要是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寫對地方 因為有時候就是 眼睛都不隨便亂看的 就是寫錯地方 好 我寫到這裡 可是 因為我是要寫按鈕 按鈕我們剛剛講不是要有互動嗎 所以說會有一個叫做 這個東西叫做事件 事件 事件簡單來講 就是說 你要有符合一個條件 符合什麼條件之下 我才會 怎麼 觸發你所指定的程序 他們的時間軸上 原本是什麼 自動的都有時間大作做 但是這個一定要 比如說你按下滑鼠 或者是 爬過去 爬過去 我才會 會指定 所以我們一搬到這邊 我建議各位 你剛開始 你可以用這個 助理模式看看 你看 助理模式 如果你這個 叫做 勾兔 我們時間軸控制有兩種 就是我按下 這個影格之後 我按下 當那按鈕之後 是不是要 跑到第二格 而且停在那裡 對不對 我這個叫做 勾兔 勾兔哪裡 所以你看 要把它丟出來 你看我一丟出來 我先用助理模式 他會判斷說 因為你是在按鈕上面 有沒有發現 有上面堆了 上下 第一行 跟第三行 有沒有都出來 UN RELEASE 什麼叫UN RELEASE UN就是這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RELEASE 叫做按下後散開 按下後散開 叫做RELEASE 所以如果你按住開始 不要看 那這個就不成立 有 你看我點這裡 有沒有 放開 可是這個放開 按下後散開 再放開 指定說你放開之後 才會執行這樣 這個動作 如果按住不放 那就不行 那如果你是屬於按住的 就要執行的 那就要按一下 叫做RELEASE 按下到網 好 那啥過呢 啥過呢 這樣就over 這樣 就over 你不要直接over 就是滾過去 滾過去 滾過去 這個 所以這個呢 是指你反而鼓 滑過去那個按鈕 它就生下了 所以這個你今天有兩個 以上放這裁 那我們就在RELEASE RELEASE 就是按下後散開 那它要去哪裡 GO TO UNDER 滾過去 什麼叫GO TO UNDER 什麼叫GO TO UNDER 就是說 我 跑到這一格 而且從這一格 又繼續播放 但是我們的外線 不要 我要停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上面 有人叫全然病停止 所以你看 你看 你用這樣的話 是不是語法上 你就看得比較清楚 GO TO 我們START 在哪裡 那不知道第幾格 是不是第2格 對不對 當然其實說真的 我們剛開始用語法用尹格 不過 最後如果你比較熟悉之後 我們會用另外一種 叫做尹格的什麼 標籤 因為用尹格有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 我的這個 要補一些內容進來 我說晚後退 晚後退 因為你的尹格 是就不一樣了 那這樣就會有造成一個 程序花 跟你那個對不大的問題 那這個沒關係 我們先這樣去看看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樣寫好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測試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們現在有程式的 你要跳尹格 你可以把這個平方設定打開 這樣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尹格 對不對 而且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什麼 你是要在第幾格 有看到嗎 好 我現在在第1格 所以我滑過我的按鈕 按下去 有沒有 滑到第2格 好 這樣就跳過來 跳過去 而且停在那裡 這樣可以看到嗎 所以這個 按鈕 你可以像這樣去寫 那麼我現在做第2個 我現在來做第2個 我用寫在影格上的方式給各位看 那這個是按鈕 GIFT2 好 這一樣是按鈕 好 那我一般就是圖像的 我來找這一個 選一下TOMTELS TOMTEL加V 我記得我們有分享各位的快速鍵 可是好像大家 相差力感 本性難以 不太習慣用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你要用看看 好 滑入 插入關鍵的F6 但是這個要替換掉 替換成影幀幀幀幀幀幀幀的 但是另外類型 比妳上邊要改 好 那我按鈕就好了 好 所以我要把它丟出來 好 丟到這邊 那丟出來之後 如果你要寫在這個上面的話 那就要幫他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在影隔上去控制他 這個人必須要有名字 要有名字 就好像你進你們班級之後 你是不是都有一個學號 你有一個姓名 我叫他問才有 那順便問各位一下 請問你們班有沒有同名的 同名的 宜津呢 亞蘭呢 執政國那種 石森特希阿苗 那剛剛你們都沒有 那這也好了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命名的他必須是唯一的 你如果有同名的他就不知道要叫誰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我點到這個 圓件按鈕 其實我們影響突然也可以命名 那按鈕給你 比如說就是 TYFT2 那麼 命名記得 一定要是英文開頭 不能是數字 也不能是特殊符號 好 這個叫DIFT2 那我現在呢 就一樣的方法 我就要寫到這個上面 好 你看我們原本是這樣對不對 這個我就不能用助理的 這個要用寫的 我就告訴他 DIFT2 他的什麼 對 按 Release 有沒有發現我把關鍵字他就變黏色了 然後還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其實語法有個比較討厭的 他有分大小學 你看我沒有大學 你今天小學 沒有人要理你 這麼了解了吧 所以說 寫程序我說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為什麼 我現在跟這位分享是2.0 我就用3.0 可能 今天沒辦法回家 我的按鈕歷史 就是按鈕之後放開 一樣是那個事件 等於一個什麼 函數 等於一個函數 那這個內容呢 在下面 大標號 一樣 叫做什麼 Go to our Stop第二格 所以他們 長得也是很像 但是就是說 你要寫在這上面 必須要關注他什麼 哪一個物件 他的什麼事件 他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都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了 好 滑過去這裡 有沒有一樣 他那2 所以其實 你要寫在影格上 所以不反對 只是說語法上 就沒辦法 讓你好像比較 細節化的方式 去加進去而已 好 就是 因為其實說真的 推測到後來的層次 有點麻煩的是說 你幾乎 他後來很多的 你都是要自己手寫 好 所以我比較 像我比較 當心的就是說 貴魯民黨在 寫從事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挫折 那麼 我記得老師是加3.0 對不對 怎麼樣 挫折黨 更重嗎 這個有沒有一看就懂 所以 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用3.0 用3.0 有可能是說 你要用新功能 或者說 你要比較多的一些程式的功能 假設說 貴魯民以後 你想做的是以動畫為主的 那其實用2.0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OK嗎 這樣會了 好